官场工人经轮衣服行41公里 200多名全国官场工人与生源劳团 昨晚在劳委会前举办政府决情工人绝食晚会 怒批劳委会追讨工人退休金 由官场的联服制衣东陵电子组成的全国官场工人 因不满劳委会告劳工 追讨16年前发给官场劳工资险费退休金垫款 从上月28号起到劳委会前绝食抗议 昨天绝食行动进入第七天 在场绝食的五名抗议者都出现血糖低脱水等不适 工人今天将发起轮椅苦行团 延续两天从劳委会走到新北市桃园地方法院 总计41公里 要求司法还公道 东新闻台北报道